相信很多居住在巴申古一带 平常很依赖公共交通的上班族或者是学生们 都很关注早前在2019年财政预算案里提到的 无限量搭乘公共交通的月票计划 今天这项计划在政府的推介下 正式开放让公众申请了 大马公民可以选择100令吉或者是50令吉的配套 在30天内无限量乘搭公共交通 而这项计划将会在明年的1月1号正式开跑 今天首相马哈迪在吉隆坡中环广场 为100令吉及50令吉的无限次 搭乘公共交通的月票计划主持推介里 而在这一次的计划当中 政府将会拨出1亿2000万令吉的补贴 每个人买100令吉的赚 随着公共交通月票的推出 首相马哈迪表示 政府希望能够透过这项计划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而他也承诺将会在其他城市落实相关计划 此外他也指出 政府有意扩大国内的无现金交易 并相信无现金社会能够进一步杜绝贪污 如果我们介绍了一步杜绝贪污 我们介绍了一步杜绝贪污 为了一步杜绝贪污 因为全部都会被录制